南韓最近一个针对结婚议员的调查显示 25到49岁的未婚男女2000多人当中 有39.1%的人回答 没有想过结婚 以后也不想结婚 不婚人口增加显而易见 南韩SK证券、NH投资证券和KP证券等 金融企业很早就引进不婚礼金制度 现在金融公共机关IBK企业银行工会 也计划加入这个行列 向资方要求不婚礼金 从私人企业到公家机关 不婚福利制度正在扩散 但南韩年薪族群的反应各不相同 反对人认为企业本应 带头解决低出生率问题 这样反而会助长不婚现象 反对人说的没错 南韩的低结婚率和低生育率趋势 已经成为国家危机 为提振生育率 南韩总统影席月日前宣布 成立人口战略企划部 制定中长期人口策略 提出实现工作和家庭兼顾 减轻养育压力和解决住房问题 等三大重点任务 只是南韩的低生育率问题 恐怕不是政府端出利多政策 就能解决 南韩国策研究机关 近期报告中点出 想解决低生育率问题 必须先促使男女交往成功 其中一个论点是 男性的发育程度比女性慢 让女性提前一年入学 可以提高男女交往 结婚和生育的可能性 这番言论立刻引发女性怒火 国策研究机关提出荒唐的低生育率对策 不是第一次 七年前南韩保健社会研究院 也在报告中写道 减少女性不必要的高学经历 可以让初婚年龄提前引发正义 南韩社会长期男女不平等 照护子女的责任 也依旧大多落在女性身上 让女性对于结婚生子 越来越缺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